香港湘原围公路即将于5月26日开通 17日记者在现场看到 湘原围公路主体已经竣工 主观道上的方向指示牌 以及道路标识均已齐备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 及部分机电安装 整条公路横穿两条隧道 其中的龙山隧道全长4.8公里 是目前全港最长隧道 在建造的时候 为了缩短建造时间 因应隧道互遇到不同的土质 成建商用了主要是两个方法 一个是爆破的方法 另一个是用隧道转滑机 用了一个直径达14.1米的土压平衡 隧道转滑机 这部转滑机亦是目前香港 是同类、同类、最大直径的转滑机 湘元围公路是连接香港坟岭公路 和兴建中的连堂、湘元围口岸的一条快速通道 全程11公里 公路设置4个交汇处 可以连接香港北区的4条主要干线 土木工程拓展署 北拓展处处长李卓豪介绍 公路开通后 能有效改善香港北区的交通网络 湘元围公路通车之后 将会为沙头角、打鼓岭和平且一带的居民 提供一条便捷的道路 可以直接去到粉岭公路 方便他们往来上水、粉岭、拜布、九龙等等的地区 将会大大改善到北区的沙头角公路附近的交通 此前广东省深圳市口岸办曾发布消息称 计划将对现有陆路口岸功能定位进行调整 未来将取消黄港口岸、文锦渡口岸和沙头角口岸的获检功能 调整后 东部跨境货运车辆统一由连堂、湘元围口岸出入境 作为新口岸的主要干线 湘元围公路将成为连接香港与深圳 以及广东东部的重要交通大动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